主料,鱿鱼250克,韭菜250克,主料,食用油,蒜,姜,豆豉,小辣椒一个,盐一勺,腾一勺,即精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原料,新鲜的韭菜,鱿鱼用开水炒锅的,配料,豆豉小辣椒姜蒜头,韭菜切断,鱿鱼切条备用,炒锅加油生热, 倒入姜丝,蒜柔,辣椒爆香,再倒入豆豉一同翻炒爆香,先把鱿鱼干点一下,再倒入韭菜一同翻炒,加适量的盐,适量的糖加一点点鸡精,翻炒真云至熟透极可出锅使用,成品,烹饪技巧,鲜鲜鱼买回来最好焯一下水,要不然焯出来会有很多水分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